中国段位最高的十位小品演员 个个都是天花板 春晚你最期待谁 忍痛看了一遍初见照相馆后 确实佩服 春晚史诗级别的小品 我叫白云 我叫黑土 这是我老公 这是我老母 本山大树的经典台词游在耳边 忽然很想念春晚舞台上 有他们的那几年 每年春晚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看小品 沈腾的几眉嫩言 蔡明的阴阳怪气 郭东霖的憨态可居 这些小品大师们使尽全身解数 只为逗观众一笑 谁最能击中你的笑点呢 今年春晚的舞台上 你最期待谁的作品呢 第一位赵本山 赵本山在春晚什么地位 就不用多说了吧 在他没有宣布退出央视春晚之前 哪一次不是压轴出场 有多少观众就是为了等他的小品 撑着眼皮也要熬到大半夜 那语气那状态 简直就像是在舞台上即兴发挥 让观众不由自主 就进入了小品情境当中 这正是本山大叔的厉害之处 演技自然的 就像是自己身边的二大爷 而且他连出演央视春晚小品 都能演出连续剧 更厉害的是 麦拐系列的每一部 都拿到了当年小品排行榜的榜首 白云黑土系列 也是步步都成经典 好看到放现在 每年播放量都还不低 那年在辽氏春晚上演的 高尔夫的鸡 直接一举打破收视纪录 真想看他再出演小品呢 第二位陈佩斯 提到陈佩斯 大家是不是会迅速想起来 他的搭档朱石茂 作为第一代春晚小品表演者 陈佩斯和朱石茂的搭配 可谓是默契十足 从吃面条到王爷与邮差等作品 两人这么多年就没分开过 他独具一格的表演形式 经常让观众们捧腹大笑 在那个时代 几枚弄眼也可以登上大雅之堂 然而由于过于爆火 他的小品竟然被央视给侵权了 这一场官司后 陈佩斯再没登上过央视春晚的舞台 是遗憾 但也是重生 离开央视春晚的那些年 陈佩斯将精力用在了话剧创作上 很快就有了阳台这一经典之作 他再用另一种形式 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没那么搞笑 但更值得尊敬 第三位沈腾 初次登上春晚舞台时 观众们还对这个矛头小子 不是很看好 好像他更适合出现在影视剧中 而不是小品舞台上 但其实沈腾有多年的舞台经验 光是话剧就演了不下白场 而且他似乎非常了解 观众的笑点在哪 一个微表情就直接拿捏 当年他和玛丽搭档 出演小品中的好剑 到现在还让人记忆深刻 那渐渐的语气和表情 阴阳怪气的喊前夫哥 简直就是在观众的笑点上疯狂蹦迪 这一场演出成功 让他拿到了央视春晚的常注票 之后几年的作品 也没有让大家伙失望 除了好剑系列 服不服又创经典 而他小品的高级之处在于 不仅有直观的笑点 也有深刻的寓意 能够用搞笑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 你还记得他的经典台词都有哪些吗 第四位宋丹丹 从春晚小品到经典家庭剧 家有儿女 宋丹丹的出场 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 还在少女时期 就开始半老出演农村妇女形象 导致宋丹丹的颜值 被大家严重低估 其实他的美貌 并不输当年的娱乐圈女性 而这也是宋丹丹 艺术功底的强大之处 他不管办什么形象 都能拿捏到人物的精髓 在超声游击队里 他头戴三脚巾 身穿破棉袄 又修又驱 在火炬手里 他门牙缺两颗 身着皮棉袄 以身傲气 身边的搭档 从黄红变成赵本山 不变得是小品内核 一直那么稳定 精准适应大时事 又能完美拿捏小人物心理 春晚的舞台 一灯就是连续十年 第五位蔡明 同样是央视春晚小品女演员 比起宋丹丹 蔡明小品的笑点 并没有那么密集 但也贡献了多部经典作品 还记得他曾和郭达 合作出演的机器人去画 当他穿着充满科技感的服装 出现在礼品盒里的时候 着实让人惊艳 如今看来 那哪像九几年的作品 简直太超前 比起小品 蔡明更加经典的是 闲人马大姐系列作品 在2006年 他也把马大姐这一形象 搬上了春晚舞台 同样还是和郭达搭档 给观众们带来了一波 狠狠的回忆杀 十年过去后 他的黄金搭档 从郭达变为了潘长江 自己也从洋娃娃 变成了老年人 学车成为了 2018年春晚的一匹黑马 贡献了大量笑点 小品还是老演员的 更有意思 第六位 斯坦森 郭达 满脸的洛塞胡 配上发亮的大脑科 郭达的形象 在春晚舞台上 坎称经典 不少网友调侃 他一来 舞台都更亮了 因为脑壳反光 单看外表 他的形象甚至有点凶 但是一笑起来 就和蔼了许多 只要出现在小品里 他就永远是 挨欺负的那一个 尤其是1993年 和蔡明首次合作 黄土坡之后 他身上的憨气就更足了 而观众们 显然是很吃他这一套的 就爱看他一脸无奈 解释不清的样子 这种喜剧表演形式 也成为了他的一大特点 神奇的是 20年下来 竟然都没有创作瓶颈期 这些喜剧大师们的笑点 到底都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呀 快传授一下 真的不想每年看包饺子了 第七位 郭东霖 自从1993年登上春晚舞台 郭东霖就几乎连着上了 20多年的春晚 别看他现在顶额光头 但是在最初登上春晚的时候 他也拥有一头浓密黑发 和冯拱搭档出演经典作品 《救取新歌》的时候 那头浓密黑发都还在 只不过发际线明显上移 脸越来越大 38岁那年黑发彻底退休了 光头也成为了郭东霖 最有特点的标志 由此才有了他和牛力合作小品中 牛力一激动 直接在他头上 啃了个大牙印的名场面 这个光头也让他看起来更好欺负 《石胜人》等作品中 完美契合人物个性 只可惜2016年 他在《地方春晚》上 只用了一句话 就断送了央视春晚参演机会 当时他饰演诈骗人员时 使用的是河南口音 直接激发了地狱骑士矛盾 从此再无缘央视春晚 第八位冯拱 提到冯拱老师 相信大家不仅脑海里面有画面了 而且还有语音了吧 成为了冯拱的经典口头禅 每年都别具一格的上场方式和暖场招呼 让冯拱迅速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成为观众最喜爱的喜剧男演员之一 他的作品不仅有笑点 而且还很有深度 几乎每一部都能把讽刺点拉满 先让观众捧腹大笑 笑过之后又陷入反思 最初登上央视舞台 他还是以相声的形式 还拿到了捧根一等奖 连续六年和牛群搭档表演相声后 他再次登上央视春晚 身边的搭档变成了郭东霖 此后不仅搭档再变 表演形式也逐渐从相声变成了相声剧 更贴近小品的表演形式 这让冯拱的表现能力 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留下了多部经典作品 你们是不是也在期待他今年的那句 我想死你们了呢 第九位潘长江 潘长江自己也没有想到吧 老了老了 竟然还在春晚舞台上呈兽气包了 当他与蔡明合体出现在央视春晚时 不少观众眼前一亮 一个是独嘴老太太 一个是憨厚小土豆 光是往那一站 就已经让人开始想要捧腹大笑了 蔡明的标志性嗓音 配上潘长江的标志性身高 你一句我一句 笑点密集的让观众合不起嘴 小陀螺也火速出圈 不愧是央视春晚骂人都这么高级 原来还真能骂人不带脏子 1996年 潘长江在央视春晚上大放异财 过河成为经典小品 潘长江一炮而红 之后他开始投入到影视剧当中 又留下了举起手来等经典作品 难道喜剧天才就是干一行成一行吗 此时他在观众心目中 已经站稳了喜剧大师的脚跟 不管是在影视剧中 还是在小品舞台上 只要他一出现观众就放下了心 笑点肯定不会少 第十位范维 年年买拐年年被骗 卖拐小品系列 让范维在喜剧界有了一席之地 从声音到外表 范维都有天然优势 极具记忆点 我这心呢 哇凉哇凉的呀 经典台词到现在 都在网络上反复闪现 可见他有多出圈 成名之后 他又跟着赵本山 扎进了乡村爱情的拍摄 饰演大老板之子 大舌头的木生 演技自然到观众都害怕 他有一天真不会好好说话了 但不管是在小品中 还是在影视剧中 范维似乎一直都在做配角 神奇的是 在不少观众心目中 范维早就是大咖级别 他从来没有因为配角的身份 而黯然失色过 或许是因为能够站在 春晚的舞台上 哪怕是配角 都足够让人印象深刻吧 当然前提是作品足够惊艳 而范维做到了 为何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们喜爱的小品演员还是那批人 这跟接力棒真的传下去了吗 赵本山退出央视后的那句话 至今仍值得深思 你那个作品教育不了人 就是我们 365天了都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走过 就这一晚上你还教育它有用吗 就让它快乐起来 快乐就是主题 没有别的 以前的春晚小品才会百花齐放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点 现在是一看一个不知声 本来工作一年天天被教育 到头来看个春晚还要被教育 干不尴尬呢 有意思吗 您说是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